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是2020年2月13号 星期四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走低 今天很多的股票都是开高走低的 美国股市昨天大涨 台北股市今天站上月线 很多人告诉你翻多了 如果说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我们节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在昨天的影片告诉投资朋友 有卖才有钱买二 我昨天公开的跟观众朋友讲 在这个地方我建议去做减码 那减码也不是看空 那目前的一个亚洲股市拉回 包括你看到道琼棋子的一个整理 那这个行情接下来怎么看 我们待会也会一样用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 铁粉群组在昨天的盘中 10点21分我们就已经提供了相关讯息 跟我的铁粉群组的好朋友做分享 昨天节目上也公开的讲 提到说操作节奏上今天是等同于 2月6号适合去做一个减码 那我提到主体会上下来回 那如果有些低位阶高度成长的股票 我们可以续留 昨天的节目告诉投资朋友 我们并不是卖光股票 我们留有一些强势的股票 那为什么你会需要老师来带领 其实你的心里 还是非常的彷徨无助的 你可以看到昨天我们提供讯息之后 这位铁粉好朋友提到 很棒的讯息 那他也去做减码了 那减码之后呢 在昨天的晚上他看到 美国股市持续的强 那觉得昨天减码好像有点可惜 有点不安 那到收盘之后他提到老师果然厉害 跟美股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 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很多股票都开高走低 所以如果说你是我的会员 在今天的一个盘前 包括开盘的时候 都有收到一些讯息 铁粉群组成员 在今天11点多靠近12点 你也有收到相关讯息 所以美国股市上涨 但是为什么今天会 开高走低 这个是在盘中的铁粉群组 在11点48分 发了一个讯息 会员 我们在今天早上 8点41分 陆续去发了一些讯息 我提到盘前有发一些指令 会员按照讯息动作 昨天 手码面 肢检券真 整体看起来还不错 不过 结构需要调整 所以开高更适合做一些 减码动作 如果没有发讯息的股票 就续报不动作 所以机油组 高价组 各有收到两通的讯息 6269台郡 是我们最近跟大家 公开操作的 我们在盘前就提到 股价靠近我们设定的 第一目标 我请会员先去做个 挂单的动作 台郡今天是开高走低 我们在盘前有挂单 这个价格没有来 开盘之后 我有请会员朋友做改价 所以我们是在 开盘价这附近 去做一个 卖出的动作 卖出并没有看坏 我们也没有全部 卖光 这股票 我们是做 获利减码而已 我提到这个行情 待会后面跟大家补充 2月13号 这是我们会员朋友 跟我们LINE的对话 提到说 在早上 8点35分 他就问我 台郡如果过前高 127要不要去做减码 我提到 刚刚有发讯息 就是在 盘前就发了 那会员朋友看到之后 来谢谢我们 提到说 他在108.5去买 125去买 一张就赚了15000 才短短三天的时间 那重点是买得到 也出得掉 所以小孩的学费都有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实战的操作 我们不会去发一个 买不到的价格 或卖不掉的价格 如果该卖我就会改价格 请会员朋友去做卖出的动作 我们重点是在于实战 而不是每天跟你分析 分析你盘中不会做 没有用 台郡这股票 我们在2月11号节目上公开讲 当天 新会员朋友有去做进场的动作 那中时粉丝你知道 这本来就是我们 波段的持股 2月3号台北股市 暴跌的时候 我告诉你台郡 那我更在前一天 2月2号 周报节目就录影 已经告诉你 礼拜一 2月3号 千万不要去杀滴 那暴跌之后的台郡 如果你没有杀滴 当天开滴走高 收在最高点 那我节目怎么跟观众朋友讲 武汉肺炎并不会影响 苹果要发展5G的手机 那5G的手机 势必要用到台郡的天线 我当天是不是这么讲 有兴趣可以去看我 2月3号的节目 那在2月11号 当天 早上9点23分 我请会员朋友 在108.5去做买进 发完讯息之后 很多大单往内盘去敲 108.5是有机会成交的 那这股票在11点过后 其实也有达到108.5 所以买进之后 当天是 收在相对高 老师的团队 我们有去参加 所谓的法说会 那法说会公告10点点 在2月11号下午4点整 那你可以看得到 在当天的下午4点11分 我就告诉我团队提到 毛利盈益率 EPS 接创历史新高 现场法人 是非常的惊艳 那财务长讲了些什么 其实我在 LINE的群组 跟我的一个团队成员都有讲 而且也立即的 通知我们会员 隔天大概要做一些 哪些动作 那节目上都有讲 三绿三生 10年新高的 EPS 有兴趣看我 2月11号的节目 2月12号 当天 台阵工长停 会员朋友提到什么 依照我们指示 他有 持有台阵续报 而且这位会员朋友称赞我们 秉持着专业诚信跟认真 法说会均会参加 盘前告知会员朋友 掌握先机 我们是投顾业界的典范 台阵在2月12号 攻上掌停板 那相关的目标价跟 看法 我都在会员营里面 告诉会员朋友 那今天开高 当然就是 是个一个短线的调整 时机点 所以我们怎么说 就怎么做 新加入 跟我们 特助的一个对话 提到 为什么在过年前不强大参加会员 2345字帮都已经180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你有个股的问题 你可以先加入我们LINE 我们ID是 小老鼠 HMTC 或者是你定格 什么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 你务必要传送贴图 都会提供这个信用筹码 有疑虑的名单给你 那为什么你要加入我LINE 因为我们在LINE的一个 首页的贴文串 我们都会提供一些 分析的看法 而且我是提前讲的 2月5号的晚上 大概在12点半左右 我提到 美国股市 道琼旗子大涨 摩台大涨 但是我提醒到 我不是要你隔天去追股票 我是提到说 反弹结构的股票 在隔天2月6号 是一个很好调节的时机 那隔天2月6号 我们也确实 但会没有这么做 所以我们的节目跟LINE 有没有提前 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盘式的分析看法 你有卖才有钱去买 这个地方是 卖股的节奏 讲完之后 隔天2月7号 台北股市中错了白点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我们LINE 那你也可以 在YouTube这里 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请永悦帮我按赞 跟按分享 给老师一些帮助跟鼓励 即使你现在没有参加会员 但是你帮我按赞 跟按分享 就是给我支持 所以请投资朋友 永悦的帮我做按赞 跟分享的动作 为什么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是全台湾第一位 在2月2号假日 最早上传影音来告诉投资朋友 2月3号你不要杀D 尤其武汉肺炎的分析 我们在当天讲很清楚 一个有效的药物 瑞德西韦 当天告诉投资朋友 直接是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如果临床试验通过的话 药物会上市 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 所以在星期一 我建议不要去杀D 容易见到短线的D点 这个是在 2月2号周报节目讲的 在一个礼拜之后 你看到 瑞德西韦这个药品 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所以我们讲的东西 在后面是不是有发酵 而且我是提前告诉 投资朋友 瑞德西韦的一个 临床试验我提到 2月6号开始 静脉注射要10天的时间 那最近陆续都传出 瑞德西韦 相关的一个有利的消息 包括在2月2号周报节目 也用技术面告诉投资朋友 台子期的跌幅 1比1也刚好满足 礼拜一 果然拉了200多点的下影线 当天节目我告诉你 筹码先落地 隔天告诉你 融资已经清干净了 防疫恐慌已经结束了 我们看到哪些现象 你是我的赖的铁粉群组的成员 其实在当天 2月4号 在收盘之前1点03分 我就提到了 疫情的最恐慌时刻已经过去了 所以如果说你是 我赖的铁粉的群组成员 包括你订阅我频道的一个 宗斯粉丝 花仙子 甚至在隔天去调整 都是很好的一个卖点 礼拜五的一个台北股市中挫之后 在周报节目2月9号 我提醒观众 很多人告诉你 在这里是一个西坡下杀 但是我在周报节目告诉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在走一个主底 当天拿出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确实有主底的条件 选择权的部位 包括期货的部位 在多方 包括融资的部分 持续性的减少 11400点 我们提到 选择权最大卫兵上量 在支撑的地方 如果你敢去买股票 最近的一个行情的掌握 转折点 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拉到这个地方 2月12号 才告诉投资朋友 在这里我建议做减码 所以邀请你 一定要在YouTube这里 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你要跟谁样的团队 从选股到盘中实战 这些讯息 2月10号为什么适合去买股票 盘中数据告诉我们数据就是有利 11400点的足底 成功几率大增 这个都是在节目上 跟会员朋友讲的 都是一样 重点是你在2月6号 要先待会儿做减码 如果没有减码 2月10号 哪来的钱 可以去买股票 我们2月6号动作这么多 但是我们的抗讯通数 才14通 相较于其他同业 我是不是告诉投资朋友 看投顾节目 你刚要去注意的事情 提前的预告 包括拿出 对时对价的抗讯 很重要 抗讯如果是造假的 也是没有帮助的 像这位老师在早上9点19分 可以发 63通抗讯 如果买了50档 买了100档股票 要跟你讲对的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你是长期收视 我节目的忠实粉丝 帮我做见证 我们是不是都是提前预告 看好什么产业跟股票 会员朋友买进 4966的普瑞 在去年的9月11号 买在537 你可以去找影片 我们YouTube的影片 都没有删除 包括像加折的部分 对时对价的抗讯 在9月16号的影片 都有跟大家讲过 加折 248.5 在封关的时候 已经来到最高 355这个价格 价差超过100块钱 普瑞 会员朋友买在这个地方 虽然他没有 连续性的飙涨 但是他就是一个 产业趋势股 开红盘 暴跌的时候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资金回笼 终究会去买成长的个股 因为这些公司 就是一个产业的趋势 你可以看得到在2月12号的昨天 普瑞呈现创高 2月3号是不是见到短线低点 普瑞在当时是不是一个买点 2月13号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普瑞呢 一样是呈现创高的 所以观众朋友买成长个股 才是帮助你反败为胜的关键 包括2月3号节目 跟大家节目预告 入股开盘之后 会员朋友去买进股票 节目上公开讲 隔天跟大家验证 普通会员朋友 去买进2345字帮 我们请会员朋友定价 在156以下买 所以是不是先预告 然后买进的证据 拿出对时对价的口讯 2345字帮买在156以下 这个是一个对时对价 穿价的证据 买完之后 字帮当天收在相对高 收盘是164 隔天字帮在网上拉收最高 收盘是171 节目上公开操作的 为什么我敢公开操作字帮 因为字帮它是一家大公司 有价有量 股本很大的公司 这个是没办法操作的 你都可以买个50张100 都不是问题的 所以观众朋友字帮在2月13号 昨天我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 我有请会员朋友做一些动作 当然我们没有看坏 我们就是做一些减码动作 这些股票都是提前 在节目上预告邀请的 2月3号台北股市要重挫 但是在重挫之前 我跟观众朋友讲 我准备了10档的基优股 它是在今年高度成长的公司 而且股价 已经达到偏低的位置 如果礼拜一重挫 就是你的投资机会 铁粉群组我们是在2月6号才分享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会员朋友有个权益 节目上的一个都跟大家报告过了 这位会员朋友感谢我们准备的10档基优股 他买了5档都大赚 这是在2月6号节目跟大家分享过 康控 中美金 铁粉群组在2月6号 看到的图片 就是这一个 这些我们都是提前讲 2月6号中达拉上涨停板 是不是在2月3号 暴跌的时候是个机会 瑞奇电通 一样在2月6号拉上涨停板 暴跌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买进时机 包括像康控也是一样 2月3号见低点 昨天它已经来到了144 金顶 在昨天是不是呈现大涨 2月3号是不是相对最低的地方 原项 连续性的大涨 2月6号告诉你170 2月7号来到180 在昨天它已经来到190 那我昨天提醒大家 有卖才有钱买2 也就代表说今天我没有要大家去追原项 原项它今天也是开高走低的 这个都是在2月2号假日的会员里面 告诉会员朋友的股票 不管是自贸也好 微信也好 或者是原项 那有些股票我们带会员操作 自贸在2月3号暴跌的时候 我有请我的高价会员朋友 146附近 去做个买清的动作 然后在2月10号 当天拉回的时候 一样 新加入会员朋友 包括 既有的会员 都在151这附近 建议会员去做加码动作 昨天自贸收盘是160 今天最高达163 节目都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些 有价值资讯 在开放盘的暴跌 周报节目 我告诉你3105的文贸 它跟大盘不一样 周线是逆势收了一个红黑棒 如果说你是我赖了粉丝 你来询问文贸的 我们都有提到 你停损了就守在2月3号的这个低点 如果27级的文贸你敢买 到昨天文贸大涨 已经来到316块钱 这个价差你是赚得到的 而且我的节目在昨天告诉投资朋友 我建议你要去做解码动作 所以今天的文贸 开高 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光是看我节目 这些股票都让你大赚 包括我们赖 你一定要做加入 我们都会提供给你有价值资讯 在2月9号的周报节目 我告诉投资朋友 当时新闻 包括媒体都在报导 富士康在星期一的一个复工 被官方 说不能够复工 官方出来说 这是不实的消息 我们在晚上的一个赖的一个主页 就做更新了 周报节目你有看 包括你是我赖的粉丝 星期一 红海开第1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去杀低 当天是开第4% 然后跌幅受链 那这股票 2月11号 它已经回到上周五的收盘 所以如果你看新闻 星期一去砍股票 投资朋友 这个逻辑就不太对 那到昨天的红海 大涨了3% 那昨天告诉你 我建议你去做解码 所以投资朋友 这些股票 你都是可以得到一个验证的 所以想清楚 你到底要跟什么团队 从选股到盘中实战 像红海这么大的股票 我都可以跟你分析 对的一个转折点 包括在年前 我建议不要去持有大型股 在本周的节目 我都跟投资朋友报告到 台北股市 目前的股票结构 已经遭到破坏 空投股票加速的数量 是比多投股票加速多 所以这个行情 它必须要走一个整理 那这个行情呢 今天开高走低 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相关的筹码数据 以期货 跟选择权的角度 目前选择权的水位 其实是在一个多方的 期货的部位 特定法人也都是 进多单做增加 目前10大特定法人 进多单来到 14000多口 最近的融资是做减少的 所以这个筹码面 比我预期来的强 包括像 券空单呈现增加 所以这个行情 我们认为 会走一个持续性的主体 最近调节股票 拉回哪些股票是机会 我都邀请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懂得换股 因为结构不对 节目上我都告诉你了 我们公司目前有推这个专案 会期从3月1号开始做起算 我们已经锁定了 三档到五档的成长个股 你懂得换股 把资金换到这些股票上面去 来帮助你反败为胜 我们团队是业界 最佳的一个会员的服务 我们会员都会有专属的LINE 可以询问老师 个股的部分如何做操作 这位会员朋友 在今天的开盘之前询问到 2478大益 能不能过去买进 我提到 建议他直接卖出 他提到说他是要买进 他不是要卖出 我跟他讲 先不要做这档股票 以高度成长的名单为主 这个是在早上9点04分 今天的节奏本来就不适合买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他大意 如果你早上去追高 你追到76块钱 收盘是73块8 这一张的价差就损失了2000多块钱 那10张就是2万多块钱 所以这位会员朋友 在中午之后提到 还好老师提醒 要不然就追高了 所以观众朋友 你是需要有人在一旁协助你的 尤其股票操作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的 邀请你在看影片下方这里点选箭头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们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我们最新的汇影音 持股解析 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投资朋友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也欢迎您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